嗨,我是回馨针的制作人吴松磊 有段时间没见了 今天这支视频主要是向大家汇报过去半年我们的工作 也预告一些回馨针未来的计划 如果我们把今年三月底的肉蛋奶停根复根作为一个节点 那么过去半年我们有没有做出更好的内容来回馈观众呢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我还是得说 其实没有 很惭愧,我们还是太菜了 这半年我们只更新了16期回馨针正片,4期事务所 尤其最近两个月不仅更新频率低,视频质量也一般 更新频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几个月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我们本来想通过牺牲数量的方法来提升视频质量 所以我们给了同事们更多的制作时间 一个人一个月可能就只做一个视频 但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更多时间更多人力也不代表能做出更好看的视频 所以我们虽然看起来人变多了 但更新频率其实还不如去年 好在我们重新调整了思路 从10月开始我们的更新频率就会恢复到一周两分 但也有好消息 这半年我们建立了一个15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的审稿志愿者团队 帮我们挑出了不少错误 非常感谢群力的各位老师 也感谢扫码提交申请的5000多位观众 每一份申请都在激励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 这半年我直接参与的回心针内容变少了很多 有几位新作者加入了进来 再次向他来介绍 林晴、张甲牧、纪文怡 他们也在不断成长和探索回心针的风格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鼓励 说回来我参与回心针变少 是因为我一直铺在去年年底就预告的交互视频项目上 对 就是这个 这个项目本来计划在今年春天发售 但我还是太乐观了 这半年我们重做了大量的交互 加入了一堆狂野的新内容 还做了移动端的适配 所以顺利跳票 为了防止再次跳票的风险 今天在这里我也必须放出狠话 如果今年交互视频项目还不能发布的话 我们整个公司就可以原地解散了 请大家监督 所以在这里也放出两个我们交互视频项目的招聘岗位 负责视频的动效设计师和负责交互的前端工程师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码加入 挽救我们工厂将要被解散的命运 除了交互项目 还有些工作我们也在持续进行中 首先是我们的第三张原声音乐专辑 应该会收录过去回心针节目中 60多首我们的原创音乐 和前两张专辑一样 这张专辑也遵守CC4.0协议 你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的音乐 新专辑应该会在10月发布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就是回心针手册的2.0全新版本 回心针手册发布一年多了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了近2万条的编辑记录 有很多词条已经非常丰富和好看了 首次2.0版本解决了非常多已知的问题 将为编辑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未来两个月我们会正式发布 敬请期待 最后我也想聊聊观众们的评论 我是非常喜欢看评论的 观众的反馈是我们评价视频好坏的重要指标 不过这半年来最吸引我注意力的 还是各种各样批评回心针的评论 比如有让我们再表演一下肉蛋奶的 有讨论屁股问题的 有批评我们空瓶拉黑的 也有列出一长串回心针夹带撕祸黑历史的 有嘲讽我们内外网双标题的 但其实没有 说实话写的都挺认真的 也感谢大家的批评 这些批评其实非常值得讨论 但有些问题我也想寻求你们的建议 但在互联网上相互评论 往往会演变成恶意揣测和骂战 很难聊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我们不如开个视频 面对面沟通 如果你不愿意露脸 语音也没问题 我始终相信平等和坦诚的交流 一定可以让我们都收获点什么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过程一刀不减地录制下来 说不定也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报名加入 我相信你们花费这么多的精力来批评我们 一定是有理由的 我们大概会选出十个人 你们可以当面直接喷我 聊点让我尴尬的东西 好 今天的工作汇报就到这里 很高兴能和你们聊聊这些所事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沟通有价值的话 可以通过转发和点赞告诉我们 如果你们喜欢 我可以定期向大家汇报工作 如果你有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提出来 我们会在下一期工作汇报里 回答你们的各种问题 拜拜